還有一個問題也要來注意 就是經常在馬路的分割島 常常看到這個宣傳的布條 但是您知道嗎 這可能潛藏著危險 因為就有民眾目擊到台北線 盧州市區裡頭 有一條長五六公尺布條的旗桿 疑似被風給吹斷 這布條就隨著風飄在空中 擋住了車道視線 駕駛人開車經過 險象緩身 該是橫掛在分割島的宣傳 紅布條怎麼騎正飄飄的空中飛舞 長五六公尺的布條 擋住一線車道 驚險的狀況發生了 機車騎士 差點迎面撞上布條 緊急剎車 輪胎緩緩壓過才沒事 另一幕驚險 等紅綠燈的小黃要起步 這時布條被風吹了上來 擋住視線 問講急剎車 後頭的車輛都差點撞上 進退不得 有 那是我來慘叫一下 我還是啊 但是我叫一下 不得了 那個真的是危險 那個車子經過 如果被打到的話 尤其是摩托騎士 真的是太危險 昏沙斬的布條 亂亂飛 拍下的民眾 要女兒快拆下 亂飛的布條 而事發的路段 就在盧州急險五華路口 這裡是通往三重台北的要道 車流量相當大 可能闖獲的布條 已經被固定在電桿上 布條疑似風大 吹斷一邊 造成危險 幸好沒有人受傷 不然懸掛布條的單位 可要負全責 美日新聞陳建廷 吳俊德 台北報導 nosso臺灣 大家可以看這條 請問